用眼看世界,用新听新闻,这里是费典新闻 据外媒报道,伊朗女子阿米尼因被指责没戴好头巾而被伊朗风化警察拘捕后死亡的事件 引发几乎蔓延至伊朗全境的示威 阿米尼是一名22岁的年轻女性 在9月13日因为被指责佩戴头巾不当而被伊朗风化警察逮捕,在拘境中离奇死亡 伊朗当局称,阿米尼在拘留时并没有受到虐待 而是出现突发性心脏衰竭,症状 死者的父亲阿姆贾德·阿米尼指控当局撒谎,掩盖女儿真正死因 她在接受BBC采访时说,自己没有被允许查看女儿的验尸报告 并否认女儿有健康问题 据外媒引述与她一同被带走的一位妇女透露 阿米尼因执法者侮辱她而作出反抗,因而遭到毒打 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纳西弗指,执法人员用警棍击打阿米尼的头部 并把她重重地摔向了一辆警车 在阿米尼死亡一周后,伊朗内政部长瓦西迪9月23日表示 伊朗官方正在调查艾米尼的死因 我们必须等待最终医疗化验结果,这需要一些时间 艾米尼之死使伊朗累计已久的民怨炸锅 引发越来越多的伊朗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示威浪潮蔓延至首都德黑兰树,在内于80座城市 一些从社交网络上发布的视频显示一些示威者行进在街头进行示威 打着反对政权的口号 其中,有很多年轻人 不少女性接掉了她们头上的头巾,并仍进了火堆 视频中还可以见到游行导致了交通阻塞 一些警方车辆被放火烧毁 抗议者为了避免被捕也采取了分散策略 不停地转换示威场地 外电报道,在伊朗北部城市巴布尔有示威者在大学外 有示威人士烧毁了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的肖像 当局以实弹、催泪瓦斯、中断网络、逮捕等行动因应示威行动 人权组织表示 示威潮已造成最少54人死亡 过百人被捕或受伤 示威死亡人数攀升后 政府封锁若干社区媒体遏止串联 更派安全部队镇压 海外伊朗人纷纷发声欲关注 竭力于推特和脸书转发 为伊朗人权发声的帖子 这是自2019年燃料价格示威以来席卷全国的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 当时路透社报道称 有1500人在镇压抗议者时丧生 这是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对抗 伊朗总统伊布拉辛 赖西周六表示 此次示威行动是暴动 执法人员必须将示威和非法集会划分 并采取果断的行动处理 目前席卷伊朗全国的抗议活动 此后有视频显示有安全部队镇压示威的画面 金法新社核实的视频显示 在德黑兰南部的一个城市 一名穿制服的男子用枪指着示威者并开枪 昨天开始伊朗几个城市举行了由政府组织的集会 以反击反政府人士组织的抗议活动 伊朗军队承诺打击骚乱背后的敌人 官方媒体周六援引总统赖西的话说 伊朗必须果断地对付那些反对国家安全与安宁的人 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支援伊朗女性人权的游行 法国巴黎警方发表声明说 约有4000人聚集示威 有一个示威者被捕 一名警察受到轻伤 在伦敦 英国警方表示 由于示威者试图突破保护伊朗大使馆的路障 有12人被捕 以及5名警察受伤 在伊朗国内 伊朗伊斯兰人民党联盟呼吁政府解散 负责执行女性装束守则的风化警察 该党称应该成立一个公正的委员会 来调查阿米尼死亡事件 并呼吁立即释放最近在游行中被拘捕的人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当局实施严格的着装规定 要求所有妇女在公共场合戴头巾 并穿宽松的衣服来掩盖他们的身材 风化警察 又称道德警察 有权拦住女性 并评估她们是否露出太多头发 衣物太短或太贴身 化妆太浓等 为者可被罚款 监禁或鞭打 许多女性对此保持质疑立场 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节目内容 对点新闻会为大家带来 最新的新闻咨询和时事评论 欢迎订阅 按赞和分享我们的视频 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啦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